请他在请愿桌下 接下来是Brian Jameson和安德鲁罗斯马林 请两位准备 请发言 你们知道摩洛哥 这是要捍卫他的领土完整 这个问题要放在思维的议程上 所以无法考虑现在的 这个南部省份的这个局势 有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人民是欢迎的 而且已经开始结束硕果 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束硕果 在这个阿游温的这个特派团也看到了 但是呢 人政他们没有代表性 而南方省份的基础设施 是由人民自己管理的 他们是民选的这些人来管的 另外有地方的官员 在沙哈尔拉省份的 是由这个C24委员会来监督 或要参加了格林纳达的一个研讨会 而可持续发展 我们看到取得了进展 在这个区域也有 这个跟人政的宣传是正好相反的 他们是固守很古老的一个理念 他们不可能真正的来推进发展 这是为什么若干的国家是 不再就是承认这个人政 他们认识到文化社会和这个经济成果 是不可能获得的 如果这个人政把它视作一个国家结构的话 欧盟和ECG也是做出了这么一个裁决和有关的解释 但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没有承认 SADR 摩洛科已经不断融入欧盟 现在呢提出了Polisario另外一个论点 那就是现在就不再讨论西萨问题 现在呢我们也不是蠢蛋 我们不应该受到外界影响 我们要结合当前局势 Polisario的信息呢 是没有办法确认的 实地的现实情况 对于 刚才讲的必须要有SADR的存在 是没有必要的 那么 只不过就是 Tim Doof和其他的营地要继续存在 为他们找借口 拉雾和德克拉雾的老百姓 希望能够在稳定当中生存 能够实现发展 他们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当地人民正在团结在一起来推进发展 加大投资建设美好未来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抛弃SADR 然后摆脱他们的枷锁 年轻人应该能够获得大学教育 抓住机会 在沙漠当中 男性和女性平等应该获得机会 现在 萨利奥阵线却非要抓住权力 仅仅的卧劳权力 而应该能够自由的生存 不用担心 Polissario残酷野蛮的统治 的确呢 萨哈拉人民 他应该运用自己的力量 来不断向前历尽 建设美好建设性的未来 谢谢主席